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在剧中饰演警探一绝 成功摆脱了昔日的小太阳形象 因为杜岛的电影都比较要追求写实 就是真实的 不需要太多的把扮 就是我们刚讨论这种所谓的造型 让大家看看我不只是阳光的一面 可能也有不受篇幅 比较粗犷 比较男性的一面 男人的一面 尽管现在已是电视剧一哥 但钟翰良在片中戏份并不吃重 但他不介意地表示 这是重返大荧幕的开始 对 其实好多年没拍电影了 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然后最重要最重要是可以 第一次跟杜岛跟韦岛合作是很好的 所以那个说里面出现的分量多不多 好像不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可以认识到杜岛跟韦岛可以有这个开始 向来使用固定班底的杜七峰 此次邀来台湾演员钟翰良合作 也是一次试水行动 杜岛松口透露已有来台拍片的计划 我看就是不止应该是多用台湾的 应该来台湾拍 我问梅先生也想过在台湾拍电影 因为台湾的黑帮也不一样 就是有很多故事 现在台湾的年轻一代导演也多了 演员也多了 我看这个时候就是可能是一个转变的时候